上 往脸上打 不要光打 你好 女保镖张美丽 我最近总在网上听说 要小黄打美丽 今天我也向你发起挑战 你要是输了 就别做什么女保镖了 来跟我一起打把啊吧 明天我还在这里等你 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 女保镖张美丽又接到了一个挑战 一个年轻的保安叫晚张美丽 张美丽大胆赴约 所谓生死看但不服就干 到了怀柔广场 保安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是你昨天向我发起的挑战的吗 是我呀怎么了 是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看不到吗小趴菜 谁给你的勇气叫我小趴菜呢 哥好歹也是在山上练过几天的 保安叫张美丽小趴菜 此称练过 还展示了几招武术 结果后面忘了 场面很尴尬 双方定了一分钟拳击规则 你说 咱就打拳击规则吧 拳击规则 打拳击是吧 输赢呢 输赢怎么定 你说了就别做什么女保镖了 来跟我一起当麻 你要输了呢 我会输吗 哎呀 这这么自信 这个实力这么自信 给他上课 走走走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较量 双方身高体重差不多 保安可能还稍微矮一点 保安这个前手四拳打穿了美丽的报价 能看出来保安是练过的 美丽刚才这个反击很犀利 保安撤得也很快 双方护拼四拳 张美丽这个右手摆拳打中了 保安虽然练过 但是他的动作并不是很规范 像比较张美丽这种科班出身的 感觉还是差了一点 这时候女摄影师叫停 一分钟时间到 女摄影认为张美丽打得不好 让她改行 其实一分钟时间对美丽来说 还不够热身 太短了 多少钱了 你在那等什么呢 你这打的什么东西 还需要打吗 时间到了吗 时间不用到 已经胜负结果已经出来了 嗯 走吧走吧 跟我等保安去吧 走吧 走吧 赶紧赶紧给她带走吧 每次你出来拍都是这样子吗 你别扯了 赶紧又炸毛了 又鸡眼了 什么叫又炸毛啊 又鸡眼了 又鸡眼了 条件随便你开 打不赶 来给我们送出一个快递 张美丽你敢不敢来 美丽你敢不敢来 与保安打完 物流公司的老板又向张美丽发起了挑战 老板说张美丽赢了条件任她开 张美丽大胆赴约 物流公司派出挑战张美丽的是个大块头 身高1米83 体重180日斤 有我不敢的吗 行 只要你们签定好条件 就我说 好 咱们上装备 行啊 这咋不自信呢 没点信心呢 好 咱们上装备 还是一分钟拳击规则 从这个大个子出第一拳来看 他就是不会的 不过双方的身高体重必长 差距巨大 所以还算有一点看点 其实打张美丽这种科班出身的 你真的不会问题也不太大 关键是要不怕挨揍 心黑手狠敢下手 速度要快 反应要快 不过看这个大块头的话 面大微笑 有点过家家的意思 张美丽虽然 身材上差了很多 但是他是真的敢打 刚才是后手拳打中了 这大个子呢 出拳速度不够快 所以出了拳都没能打中张美丽 张美丽控制距离 找机会准备钻进去 由于对方个子太高 所以张美丽有几拳 其实都没有打实在 比如刚才记记后手 也就是擦了一下 又是两季后手摆拳 第二拳肯定是打空了 张美丽这个后撤 躲了好几拳 同时打反击 这季后手摆拳又抡中了 前手刺拳又打中了 双方的身材差距 的确是非常大 虽然大个子不会 但是张美丽真打起来 也有点吃力 因为胳膊短够不着 打拳这个东西 就是真假虚实结合 而张美丽 在对抗中 就使出了很多假动作 虚晃 时间结束 结束了吗 哥 你们大家感觉谁啊 我感觉美丽 美丽啊 但是我这个张美丽 以我这个专业的角度评判的话 你点数出来 就判我输了 点数确实就比你多 张美丽那么聪明一姑娘 自从外出换掉了鸡婆的校长 重新找了个女摄影 而这个女摄影 不知道是不是不懂装懂 整个以胳膊肘向外拐 吊炮往里走 正不知道她怎么看出来 张美丽点数落后 在张美丽被判输之后 她顺水推舟 骑上车 跑了 哎不是 你这车开出去的 货还没 走了拜拜 你还没装货呢 货还没装呢 货没装呢 快快快救他 回来货没装呢 去书吧